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没人买时如何卖世界销售大师最值钱的12堂培训课 作者汤姆霍普金斯 27岁时已晋身百万富翁之列 他也是全世界单年度内销售最多房屋的地产销售员 平均每天卖出一幢房子 至今他仍是这项记录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 著名销售培训机构汤姆霍普金斯国际的创办人和主席 全国演讲人协会成员 世界第一的销售大师 美国媒体更称其为销售界的传奇 第七章 如何快速判断客户是否合格 最有效率的产品演示就是根本不用演示 在判断客户是否合格的这一步 专业的销售员会知道有没有演示的必要 汤姆霍普金斯和磨练销售技巧的那一章一样 本章是整本书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得体的试探客户是否合格 是否属于理想客户 这是普通的销售员懒得去做的事情 但专业的销售员永远不会跳过这一步 什么叫做试探客户是否合格 如果你是一名专业的销售员 你会在跟客户初次联系和做产品演示之间 试探客户是否合格 如果你企图在营造合目氛围之前去试探 就会显得很貌视 还会显得急功近利 如果你做得太晚 已经到了产品演示的阶段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做了一大堆无用功 试探客户是否合格的动作 应该放在销售进程的早期去做 这样你就不会绕着一个没能力购买的人打转 在这一步 你应问些问题 判断潜在客户的需求 然后在心里把客户的需求和你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对比 如果两者一致 你再做出第二次试探 看看他们想要多久解决这个需求 打算付多少钱 判断客户的合格程度是销售进程中的转折点 有两种可能 一 你认为这位潜在客户是合格的 可以顺利地进入下一步 也就是产品演示阶段 二 你认为 这位潜在客户不合格 然后得体地撤退 继续寻找下一个潜在客户 客户越是合格 成交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客户合格了 未必就意味着你一定能拿下订单 客户是否愿意做出最后的购买决定 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以及你的展示技巧 解决客户顾虑的能力和成交技巧 这一切都发生在判断客户是否合格之后 别人推荐过来的客户往往是最合格的 但愿你极少碰到这种事 有人给你介绍过来一个客户 却完全不适合你 当然 推荐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人会如何回答你的试探问题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会推荐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既然他们需要你的产品 那么这一位很可能也需要 被推荐过来的客户 是从已经对你的产品或服务很满意的人那里 听说你的 因为他信任那个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满意的人 所以他的一部分信任也就转移到了你身上 被推荐人认为自己 也会从你的产品中得到同样的好处 因此很愿意跟你交谈 但你要当心 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走捷径 用不着判断这个准客户是否合格了 准客户认为自己跟你的客户差不多 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况真的一模一样 迈克斯维尔一家和帕克一家或许住在同一条街上 房子一模一样 有相似的工作背景 但迈克斯维尔一家可能很会理财 因此买得起你的产品 而帕克一家可能因为欠了债而买不起你的产品 尽管你的产品很符合他们的需求 整个销售过程中 唯有此时需要客户多说话 他们说的越多 你就越清楚自己能否帮助他们 这并不是说在试探完成之后 你要展开滔滔不绝的说教 而是说 你在这一步的任务是用问题引导他们 让他们畅谈需求 欲望 希望 梦想 还有财务状况 你要知道 很少有个人或公司会大幅度的改变购买习惯 这一点很重要 人们喜欢买同一个牌子和类似的产品 或许会买些升级换代 或是时髦的新色彩的产品 所以 你应该问一些问题 看看客户之前买过哪种和你的产品类似的东西 让他们畅谈购买经历 无论好坏 以前买过的产品的细节 以及他们喜欢这些产品的哪些方面 然后问问客户 为什么现在想换一种产品 他们希望新产品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在哪方面能带来更多收益 客户的回答就是他们的期望值 如果这一步你做得好 客户会准确地告诉你 他们想要什么 希望花多少钱能买到 因此 这一步做得好不好 是你整个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 要留心客户的心动按钮 也就是客户非要不可的功能 如果没有这些功能 客户就不想买了 有太多平庸的销售员太沉迷于卖自己想卖的产品 而不是顾客想要的产品 心动按钮就在他们眼前打转 但他们却没能把它用在产品演示里 如果客户坚持 非要某种功能不可 但你的产品里没有 此时你必须小心处理 你可能得帮他们衡量一下 是这个功能更重要 还是其余那些你的产品有的功能更重要 如果其余的功能足够好 没准他们会改变主意 觉得不要原来那种功能也行 事实上 他们或许会意识到那个功能其实没那么重要 可能是因为以前所有型号的产品上都有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 却从没仔细想过他到底有没有用 在某些情况下 你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但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 我曾经有个客户 一心想买一桩带应木地板的房子 在我负责的那片区域里 比较新的这种房子已经没有了 有些带应木地板的房子都比较老 有别的缺陷 或者是设计得很差 但是 如果我能找到他喜欢的那种地板 可以把较新的房屋里的地板全换了 我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大致了解了换地板的费用 同时我也看了那些老房子 我做好了两手准备 但我们还是先去看了有硬木地板 他的心动按钮的老房子 最终 这位客户还是按原先的想法 买下了一桩老房子 但他在后来几年内把房屋翻新了 要是我努力说服他买较新的房子 建议他更换地板 我可能就失去了这笔订单 他给我推荐过来的客户 还有与他的后续生意 上哪去找合格的客户 能遇上县城的合格客户是最理想的了 他们可能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 也可能跟老客户同属一个圈子 属于同一类人 但愿你把跟客户首次接触的资料都保存了下来 这样的话 在业绩增长缓慢的时候 你可以回记录里找一找 看哪些资源存在更多的潜在客户 也许你通过某种方式 或在某个地方碰到了一个合格的 优质的客户 而那里还有更多相同的人 我们喜欢跟和自己相像的人待在一起 这让我们很自在 想想看 你不是经常和朋友 邻居 孩子玩伴的父母待在一起吗 你会参加那种成员 层次跟你差不多的商界人士社团 你们的人生阶段和事业阶段很相像 有着相似的兴趣和目标 那么 在你遇到最合格的客户的地方 是不是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人呢 你在哪里认识的大订单先生或频繁下单女士 是在某个派对上吗 是谁召集的派对 是某人介绍你认识的吗 是从某个名录上找到他们的吗 是他们主动打电话到公司找你的吗 是因为某个广告 还是因为逛街时的偶遇 如果你知道 现有客户是从哪里来的 你就可以把相似的地方列个清单 去寻找潜在客户和更多生意 形势艰难的时候 你最好多掌握一些客户 当然 你需要让现有客户满意 但要是他们的订单变少了 你就需要更大的客户群来维持理想的收入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应该清楚的知道理想客户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可以先列个单子 把优质客户的特点写下来 如果你面对的是直接用户 他们属于哪个年龄层 已婚 单身 有没有孩子 他们经常出国吗 住在某一类型的社区吗 开卡车还是运动行车 是十大萌校的校友吗 他们属于某个特定的行业 比如医生 律师 牙医 建筑师 蓝领等吗 他们热爱户外运动吗 喜欢露营 打猎或钓鱼吗 如果你的产品面向的是企业用户 这些企业在豪华写字楼里办公吗 他们是制造型企业 零售商 还是办公室职员 他们的典型需求是什么 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你可以根据手里合格的 满意的客户来列这张清单 如果你是个销售新手 也可以先列出你的产品 能给客户带来什么好处 想想看 我的客户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需要 把绝大多数客户的 五到六个共性列出来 一列清单的时候 留心客户的类型 你可能会发现 你已经错失了成百上千 但愿不是成千上万美元的单子 却从没意识到 那些人很可能就是合格的客户 我们把它跟买新车加以比较 一旦你想买一辆红色的卡车 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红色卡车 是不是 其实 他们一直都在 只不过在你打量周围世界的时候 并没有把红卡车当做一个标准 一旦列好了客户特点清单 就记住它 每当有人提到任意一条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就会蹦出来一个想法 嘿 那个人或公司可能会适合我的产品 我得停下手里的事 多去了解了解它 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抓住了更多机会 而不是与之擦肩而过 使用这些衡量标准 也会帮助你发现不合格的客户 你跟某个人开始谈事 他提到了某些东西 或许正好在你的清单上 让他看起来很适合拥有你的服务 可随后 你发现了一两个迹象 证明他现在还不是个合格客户 比如说 这是他们财年中预算最紧张的时候 然而 半年之后 甚至两年之后 它可能就合格了 因此 你不用现在就做完整的产品演示 但你要把大门敞开 留待日后 拿订单 时刻记着这个清单 你可以更高效地拉长销售的时间范围 获取未来的潜在客户的信息 让潜在客户开口说话 为了更多地了解客户是否合格 是否喜欢你的服务 你需要让对方开口说话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需要你向客户提出试探性问题 但哪些问题才是最好的问题 能让你获得想要的信息呢 很简单 哪些问题能把你想要的信息告诉你 你就问哪些问题 我会教学生一个倒推问题法 从你完成试探之后的场景想起 倒着往前推 看看你该怎么提问 你对极为理想的客户了解多少 想想你最满意的客户 哪些关键点让你们双方都意识到 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 不仅仅是上节讲到的合格客户特征清单 回忆这种场景 你完成了销售 在做文书工作 或是正在把订单信息输进电脑里 你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相当开心 他们也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购买决定 是哪些问题引导了你 让你向客户介绍了那个特定产品 是不是因为那个产品特别符合客户的需求 花点时间想想看 在引导客户购买你最热门的产品之前 你需要掌握哪些理想的信息 把它们列出来就直接写在书上好了 这样你可以一边读一边做笔记 现在让我们来倒着推 为了得到这些信息 你该问什么问题 按什么顺序问最合理 为了知道你思考的方向对不对 对于每个问题 你都要自问一遍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能告诉我 这位潜在客户的确有需求 也有购买欲望 如果我的产品最符合他的需求 他有没有足够的金钱实力 让他今天就做出购买决定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给你肯定的答案 就说明你还没问到点子上 给自己点时间 好好思考一下 不断演练这些问题 直到你能问得既流畅又自然为止 一旦你做对了 销售进程就会顺畅很多 虽然这些问题听上去非常自然 却直接要害 它们让你一路朝着订单前进 有一点你要注意 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千万别一副死记硬背的样子 像照着清单在念似的 你的声调必须既专业又自然 你需要清楚地知道客户从哪里来 又想往哪里去 在销售中 了解哪些功能是客户用不着的 哪些功能是客户喜欢的 这两点同样重要 改变的欲望可能来自于我不想要 也可能来自于我想要 这两个方面都能帮你搞清楚客户想买什么 一旦你理解了这个方法 并会在某个单项产品上使用了 你就花点业余时间 在其他产品上也练习一下 你准备得越充分 就会觉得试探客户越容易 从而更快地进入强有力的演示阶段 演示做得越好越有针对性 成交的概率就会越大 准确评估的威力 懂得如何得体 准确 快速地试探出潜在客户是否合格 这就是收入普通的销售员 和金牌销售员的区别 多年前 我们和一位业内的心理学家合作过 他设计出了一套 测试销售员能力的评估工具 在测试了25万名职业销售员后 他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与是否懂得成交技巧相比 是否懂得评估客户的合格程度 对销售员的收入影响更大 那些擅长试探客户和不合格的销售员 更容易挣到六位数的收入 当然了 即使你有个极度合格的客户 但你从不要求客户签合同 那你永远也不会成交 但是 有太多销售员把时间浪费在不合格的客户身上 因此他们挣不到金牌销售员那么高的薪水 探测客户的合格程度是为了节省时间 既包括你的时间 也包括客户的时间 你不想把宝贵的销售时间 耗费在无法购买你产品的人身上吧 如果这个过程对他们没好处 他们也不会想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你偶尔会遇到一些没事可做的人 尽管他们还不够格购买 但他们对你的产品线很感兴趣 对待这种人的策略是 愉快而友善地对待他们 有礼貌地答应给他们寄资料 但没必要花时间去见他们 或是打电话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即使他们可能不是合格的客户 他们也可能认识合格的客户 我不想显得冷漠无情 但销售的确是个数字问题 你需要掌握试探客户的技巧 快速但不是用鲁莽的方式 判断出手上的客户 是否真正属于优质的潜在客户 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客户 你也要开开心心地 把销售的大门敞开着 因为他们的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然后你再去找别的客户 但是在离开这些人之前 判断一下他们是否认识合格的潜在客户 请他们帮你引荐 有时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的 今天沙拉可能没钱购买你的餐饮承办服务 可下个月她没准拿到了一笔奖金 或是继承了一笔遗产 想要办个活动庆祝一下 你应该给不是客户的人留下一个积极正面的印象 好让他们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想起你来 如果某家公司或某些人属于优质的潜在客户 你就深入探寻他们的需求 找出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在第四章中谈到这一点了 你要尽可能地收集跟客户需求相关的信息 然后在推出方案之前把需求总结一下 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会在非工作场合遇到一位合格的客户 当时的场合可能不适合谈生意 此时你的销售目标不是继续判断它是否合格 然后展示产品 而是敲定一个时间 好有机会跟他讨论你的产品有什么好处 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此处的挑战在于 你要趁他们兴趣高涨的时候见到他们 别让任何变化把他们变成不合格的客户 比如被竞争对手杰足先登 我从事房产销售的时候 很喜欢举行公开参观活动 每次总会有合格的优质客户经过门口 举行公开参观的那座房子可能不适合这位优质客户 但我又不能马上带他去看更合适的 尽管他已经做好购买准备了 优质客户的冰激凌当作礼物送给他们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 拿着半家伦的冰激凌 他们会去哪呢 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会回家去 把冰激凌吃掉 或是放到冰箱里 这就是我的方法 把客户留住 免得他们又去看别的房子 产品的确符合需求 但购买时机成熟嘛 事实上 试探过程中还有决定性的一步 一旦你掌握了客户的需求 还要问一下他们 是否做好了购买准备 这一步要当心 这和要求成交 也就是要订单很不一样 在这一步 你是在试探 他们的购买能力和愿望 是想现在买 还是半年以后买 但是 你并没有请他们真正做决定 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 你还没展示产品呢 以下是一些建议 你可以这样处理 杰克逊先生 要是咱们今天运气够好 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那您什么时候 想用这部铲车呢 某些客户 可能很喜欢你的产品 也有购买能力 但他们还没做好购买的准备 他们可能要到半年后 才使用你的产品 他们可能要把这算进 下个财年的预算里 到了那时 你的价格体系 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些 与其像八部一个人先演示一遍 你更应该面对全体成员演示 今天你要销售给八部的 就是让你出现在下次的决策会议上 说到委员会 你应该知道成员都有谁 每个人的职位是什么 有些人说的话 可能比其他人有分量 准备演示方案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这个 例如 如果你知道在委员会做出选择后 财务部的斯科特 贝克尔有最终决定权 你最好把演示过程中 跟财务相关的部分 准备得特别充分 如果创意部的马德林 帕克斯顿有最终决定权 你就需要把图表做得特别吸引人 如果你到了方案展示这一步 而决策人不止一个 那么你一定要跟房间里的每个人 都保持得体的眼神接触 这很重要 如果你是在顾客的家中做销售 小家伙约翰尼正坐在妈妈的大腿上 你要把他也算进去 否则 他可能会做出决定 如果他成为妈妈注意力的中心 你就会失去控制权 这里还有一个测试购买时机的例子 麦克 如果我们现在谈的都没问题 你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 如果你的产品需要任何形式的融资 可能需要麦克有贷款资质 这样你们才能继续往下谈 请记住 判断客户是否合格 不仅要看你的产品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 也要看客户的财务状况是否允许 这个话题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 但此处我要再重申一遍 谈到财务问题的时候 应该用这句话开头 我无意触及您的私事 但是 这样一来 你已经告诉他们 你知道这些话题事关私密 但你依然能继续往下聊 取得你需要的重要信息 为了让您的员工掌握这个新软件的用法 他们需要参加一些培训 您希望大家什么时候能顺利地使用这个软件 如果你的产品需要最终用户参加培训 那么你要早早地把这个时间问题提出来 你一定不想让潜在客户认为他们的员工一下子就能学会吧 如果你知道一般公司的员工需要三个月才能掌握 你就要在试探客户是否合格的阶段 把这个时间安排提出来 如果这家公司需要更快的方案 或是无法及时安排员工参加培训 那么这个客户就是不合格的 或者 如果他们的员工分布在各地 你可能要分别安排培训的日期 或者是在网上培训 用既省时又省钱的方式完成工作 比尔和苏 如果我们的产品合适的话 除了你们两位 还有谁会参与最后的决策呢 尽管客户是夫妇俩 看上去财务也没问题 但他们可能要靠奶奶或彼得叔叔资助 如果是这样 成交之前 奶奶和彼得叔叔可能会参与决策 你需要在做全面展示和试图成交之前获得这些信息 客户的订购量减少 该怎么办 如果采购员玻璃下的订单比往常少了 你有充分的权利去问他其中的原因 不要觉得这是冒犯 也不要认为你就要失去这个客户了 你只不过是要评估一下 看看他是否有新需求 或是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是 你别自找麻烦 等手上这个订单完成了之后 你再开口问 如果这些问题问得早了 可能会妨碍这张订单的顺利执行 无论你的问题问得多么自如 你的客户都有可能会认为这是冒犯 总会有这种可能的 有个问题很重要 你要当心措辞 别显得像是在打听客户公司 是不是遇上了什么糟糕事情似的 永远也不要做出这种令人误解的行为 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应该关心他们的公司 你的言行应该符合这一点 谢谢您下订单 玻璃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以前你们总是订5000个 可这回的订量减少了 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是您的客户想要别的产品了吗 还是你们公司像大多数公司一样 受到了经济形势的影响 很可能是玻璃去别的地方 采购了新产品供给客户 如果是这样 要是你有合适的产品 你肯定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满足这个需求的 如果对手公司的销售员比尔已经带着不同的产品 节足先登了 玻璃可能就不会找你了 也有可能是玻璃刻意要停止购买 因为公司不再需要这种产品了 或是他找到了更为便宜的替代品 无论是什么情况 你都要快速采取行动 如果玻璃的公司受到了市场或行业的影响 你应该去跟他聊聊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还不太有把握 就从其他途径收集信息 看看他的行业怎么了 然后看看你是否能想出什么新点子 帮助他的公司 如果他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缩减订购量 那么你需要评估一下这对你的销售收入有什么影响 你可能需要另找一位客户来弥补销售指标 你的目标是在帮助客户的同时保持或增加自己的收入 如果某位客户的订购量减少了 或者订购的频率降低了 那么请他们做出高质量的引荐是个不错的应对办法 如果你一直把他们服务得很好 他们可能会因此有些内疚 他们的不景气连累了你 这会让他们觉得有义务帮你介绍点生意 因为你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已经伸出了援手 永远也不要默默地接下一张变小的订单 然后祝福客户一切平安 这是平庸的销售员干的事 你是金牌销售员 你永远都会积极地找出对所有人都最有好处的解决办法 包括你自己 要经常评估客户的合格程度形式艰难的时候 你需要不断地评估现有客户的合格程度 一天三班倒的时候 快造公司是个合格的客户 但是 如果他们的生产发生了变化 比如变成了一天两班 他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你的服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卡式甜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他们对你现有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增多 要珍惜客户的时间 特别是业务增长的时候 但你要做好提问的准备 你可以回想一下第一次跟他们做生意的情景 看看他们的需求是否发生了改变 卡罗尔 当初你向我们买前两台商用烤炉的时候 你才刚刚搬进这个厂房 现在你已经扩张到楼那头了 你先请了三位甜点师傅 已经开始免费送货了 这么大的成就 你难道不自豪吗 我很想知道 你的生意增长有多么顺利 多久之后会需要第三台烤炉 很有可能卡罗尔盲的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这么一提 他可能才意识到 要是再买一台烤炉 生产效率会更高 于是他就会决定 是时候再添置一台烤炉了 消除价格意义正确的评估客户的合格程度 有个最大的好处 排除随后的价格意义 我得提醒你 不要太早提出钱的问题 还没阐述产品价值的时候就不要提 但是粗略地估出客户打算花多少钱 还是很明智的 你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 潜在客户完全不知道你的服务是什么价格 他们很可能严重低估了花费 处理金钱问题有好多种做法 你可以问问他们在类似产品上做了哪些调研 现在网上信息量这么丰富 客户不大可能对你的产品价格一点概念也没有 但也有可能 此外 如果你的产品有很多型号 价钱相差很多 你肯定希望知道他们打算花多少钱 客户提起某种型号的时候 你需要简明恶药地点出它的功能 然后把大体上的价格报出来 这个型号有成成功能 基本价是成成美元 如果价格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 如果他们没有预计 那你就问问更高级型号产品的功能和收益 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 他们可能在调查的时候漏掉了什么 因此看中了低级型号的产品 X家的型号还包括成成功能 好处是成成 您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 另一个提前的办法是说说其他客户的情况 怕地 有很多满意的客户大概花了5000美元 有些实力更雄厚的客户花了7500美元以上 还有些满意的客户由于预算有限 大概花了3000美元 我能问问您觉得哪个价位比较合适吗 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比这个问题舒服多了 那您打算花多少钱 一旦你能粗略估出客户的预算 你就知道该向他们推荐哪种产品了 而且你已经消除了随后的价格意义 客户已经告诉你 他们打算花多少钱了 所以不会再回过头来说你的价格太贵 现在看到正确评估客户的威力了吧 正是因为这个 它是金牌销售员通往成功的金钥匙 要点总结判断客户是否合格 这一步对你的销售业绩有重大影响 通过得体的试探客户的合格程度 潜在客户会告诉你 他们想要什么 你有一张合格客户特征表 上面写着什么样的人是合格的优质客户 你学会了很多种询问客户 何时需要你的产品 打算花多少钱的方法 你有了计划 当你在非业务场合遇到潜在的合格客户时 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们 第七章 如何快速判断客户是否合格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八章 减弱客户的抗拒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